这样OK了 不过这边好像我刚忘了把这个删掉 这个可能删完删掉这个 然后重新再输出一次 比如说这个也要把它删掉 重新再让它跑跑看 如果OK的话那这样子 就表示没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一样 这个第一阶段完成之后 再来就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我们一样就是 把那个刚刚讲的 就是123完成 45 那45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 把这边这个范围 先做 取消跨栏字中 取消跨栏字中 然后再来填满 所以两个动作 那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录制 所以第二段 如果前面OK了那在第二段 第二段的话特别注意 就两个动作 取消跨栏字中 跟向下填满 那一样我们 就是开发人员录制 所以假设我已经彩排OK了 然后 再来的话我就 确定OK 那就按录制聚集 这边的话 我就给他叫 通讯 通讯产品 反正都一样 前面 通讯产品的聚集2 通讯 产品 聚集2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 动作不要多两个 主要是 1 先选取那个 D2到 D20 2 切到常用里面的跨栏字中 把它取消 3 再分别 点选D2 按Ctrl键向下填满 再点一下 向下填满 点一下向下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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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喔 你那个滚轮喔 如果你现在滚轮 假如卷动的话 他也会录喔 他也会录进去那个动作 滚轮的动作 所以那个滚轮动作录进去没关系 到时候你看到把它删掉就好了 因为那个 不需要的 好 那录完之后的话 一样把它停止 再来怎么做呢 一样 把它恢复 不过 因为已经 这个 把它执行看看 不过现在 通讯产品聚集2 你如果现在执行 他本来已经就 就已经是 宽然之中的状态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工作表删掉之后 重新再拖拉一个 然后他这个是完全没有做 但还是第1个一定要先 先执行那个 第1个聚集 那第2个的话呢 再执行第2个聚集 OK 但是你会发现 跨栏制中 他执行的话 会产生错误 好 为什么 这里面 他有时候帮你录制 不表示100% 一定 都没有错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按确定 那里面看一下 他到底里面拿哪里错 这个地方编辑一下 其实 你可以看到那个 通讯产品聚集2里面 他最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他第1个 一样 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 他第1个一定要 一样先帮我把那个 第2 到第20先帮我选取 这个 这一行是没有错 但是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堆的什么 一些 W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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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ion EndWiz Selection 下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好多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只要你看到Wiz跟EndWiz 请注意 直接把它删掉 这个 这个部分是 他录制剧里的一个问题 他录下来的东西里面有一些 不应该 不应该放的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好 delete掉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 他主要呢 取消 合并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叫什么 合并叫Morgan 然后呢如果要取消 合并的话 就是加一个余文就可以了 Morgan OK 所以 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他更简单的话 我刚讲的 Select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如果你Select 跟Selection 不要的话 可以什么 delete掉 就更简单的 所以 特别主要 这一行 其实就是什么 把那个范围 做取消 合并的 动作 所以第1个 我们这边 加上注解 注解的话 就是 这个第1段 其实就这一行而已啦 所以刚刚做了那么多 其实主要是要取得这一行 所以以后啦 写习惯之后 甚至你干脆 可以直接 怎么样 直接 自己打 有时候 反而比较快 那前提是你 又习惯之后了 施数 这第一个